國泰航空一名空姐確診新冠肺炎 她居住的沙田廣林苑茂林國 居民出入要能體溫 那名22歲空姐是本港第122宗確診個案 她上個星期五在西班牙不適、流鼻水和發冷 之後一天在由馬德里回香港的CX320航班上 服務過一名19歲內地女乘客 那名乘客之後在東莞確診新冠肺炎 空姐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入住檢疫中心 期間發燒之後就確診 她和港銘內地女乘客是否互相傳染呢 覺得都未必的 因為她是3月6日開始發病 東莞那個就沒有發病 那一落機就被深圳灣那邊 就已經是見到她是做了檢測是揚成的 那麽變了如果在飛機上惹到 比如空姐惹到她好像很短的時間 所以我們知道馬德里那邊都有些疫情 所以她們兩個都是那邊 這樣的機會都是大的 她在潛伏期內上個月21至24日 飛過荷蘭阿姆斯特丹 25日到今個月2日就留在香港 衛生防護中心說她服務過的乘客 會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追蹤她們 至於同機的十多名機組人員 同樣被列為密切接觸者會做檢疫 郭泰說同機的機組人員 在當日抵抗後沒有在任何航班上執勤 已經建議她們留在家 定時檢查體溫和監察有沒有病症 郭泰已經徹底清潔和消毒有關客機 但是那班航班的員工反映 說看新聞才知道機上有同事確診 公會批評情況不能接受 要求加快通報和增加航班上口罩的數量 東網記者黃明彤報道